- 嗨,大家好,我是董杰安 - 大家好,我是薇凯 - 很开心这次又邀请薇凯来参加我们的访谈节目 那我们之前已经有一个影片 然后在实测各种木吉他的弦嘛 已经邀请过薇凯一次了 那因为我看你的改编还蛮多有泛音 然后刚好泛音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演奏技巧 一个演奏的项目 所以想来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聊聊泛音这个事情 嗨,大家好,我是辛莱的剪辑千千 目前负责《懂聊天》系列影片的剪辑 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也喜欢我的剪辑风格 你可以使用底下的超级感谢功能 来支持我们制作更多更有趣的影片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帮我们留言或是分享 让我们得到更多的回馈 那现在就让我们回到正片 好,那一样刚开始我们还是要先问一下就是 你学吉他多久了?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契机是什么? 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学吉他那时候是什么? 我玩社团 很多人都是从社团开始的 好像都是 然后我玩的时候就莫名其妙被推称社长 其实我是社长 所以你是先在高一在学校参加社团 然后接触到吉他? 对,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我学东西很满 我光那个这个F这个半分比 我就学了一个月 就我光按这个 然后我按到我就觉得 因为我从小就很想要学吉他 但是 为什么? 为什么从小就学 我看那個啊 以前我就看那個Jerry C在那邊彈那個Rocat 國中小的時候就有看到Jerry C 大概有國小三年級還是四年級 對 有風迷過一陣子 對對對 那時候家裡剛剛有網路嘛 我家在鄉下 然後我就看到 哇那太帥了吧 我一定要學吉他這樣 然後我以前也沒有什麼行動力 所以我高一開始彈 那我剛好因為社團 然後有這個奇蹟這樣 然後我光這個F我就按了一個樂 我按到我快哭了 認真 然後我說為什麼我好不容易可以碰到吉他 但是他好像是一個困難的事情 所以其實高一我就很認真練 但是我很認真在練這個 就因為卡在和弦的這個初步的關卡 你連歌都沒辦法彈這樣 對 我連歌都沒辦法彈 我這樣大概高一就差不多了 相較於其他很多樂器來講 其實吉他真的算是比較難上手的 對 比如說像鼓你敲就有聲音 鋼琴你按就有聲音 鋼琴你按就有聲音 可是吉他你左手按好他沒聲音 右手光彈啊左手沒按 他也是就是那些很雜亂的聲音 他有兩個要在意的地方 對你要兩個互相左右手要配合好才有辦法 所以吉他某一方面來說他真的是 入門是有一定門檻的 就是你要跨過某一線檻 對啊 學音樂最初步的一個關卡就是 你要換和弦嘛 你的和弦換不過來的話 你連歌都不用彈啊 對啊 one chord song 對啊 所以如果剛好有初學者在看這個影片的話 就是其實大家都是這樣練過來的 吉他本來就是一個比較難上手 大家都是花一點時間 然後去度過這個門檻 那其實就可以擁有了 找老師啊 找老師真的蠻重要的 也可以啊 對 是一個有人會教你一些 對 因為我高二開始找老師 發現我以前是一個人在 不知道從他想 對 就是不知道從他想 講白話也就是不知道從他想 就是說 我去上課上個可能一個月 我就把我過去一年在哭鬧的東西 就全部解開了 這其中一個方法 但是自己學其實也是有好處啦 你的某一些感悟可能會更深刻 因為怎麼我路會比較長 對 雖然說比較長 但是我覺得那個體會是不一樣的啦 我覺得各有好壞啦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拿捏那個比例 對 那接下來咧 認真學是從高二開始 高二之後就開始彈吉他 然後finger style啊 學長彈很帥啊 就是下面會有學弟在看 我那時候就是那個學弟啊 學長你彈吉他好帥 我可以在那邊彈旋律 喔 那個時候就已經有人在彈 finger 對 那時候我學長就在彈 所以你差不多在高二高三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有注意到finger style這一個 對啊 可是 好 sorry打斷你 沒有沒有 因為我突然想到一個很奇怪了 你明明就是看JerryC啊 那你為什麼 我為什麼彈木吉他 被你發現了 你為什麼不彈木吉他 你為什麼不彈木吉他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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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是看搖滾卡龍嗎 你的搖滾的 因為我從小就很想要學吉他 以前不是看那個JerryC 說好的JerryC呢 我一直想要當搖滾卡哈 但就是 就是這樣 你為什麼會學木吉他 我填錯色團 我填錯色團 你填到 明明吉他色 然後他說 學校有熱音色嗎 有 然後我填錯 那你為什麼不轉色 因為那時候 卡在一個就是 就是 我家人其實沒有給我很多的 經驗 因為你買電吉他 你還會再多一個 App 所以他就說 木吉他本身就有聲音而已 買這個電吉好了 他說 好啦好啦 然後我拿去收 但是你知道我高中時期的時候 家裡從來沒有過影響嗎 你都幹練練習喔 我都幹練 你蠻厲害的耶 這樣怎麼彈 我覺得這邊要先導陣 導陣大家一件事情啦 沒有一定要先學木吉他 才可以學電吉他 到底時候這個管理 你想學什麼 就去學什麼 好不好 欸對 好啦回來 跟這個沒有關係吧 跟這個沒有關係吧 就是 喔對 我是沒有關係 你是單純鐵塑社團 學校喔 再加上家裡 家裡就說 買那個還有影響很吵 之類的腳標台 然後沒發現木吉他 也安靜不到哪裡去 對啊 因為後來在 敲敲打打嘛 那時候剛開始盛行 我每天敲啊 然後敲到就很吵 那個學長 乖我進去這一圖這樣 嗯 他現在也沒在談 那為什麼到高二就想要 認真學這樣 因為高一的時候 就剛升高 爬不到妹妹 沒有啦 我時候爬到妹妹這件事情 我國中讀男校 然後我高中 工科學校 所以我周遭沒有認真學 很難啊 我是上大學之後 才認識一些女生 才開始 喔 時間沒事啦 就這樣 所以就到大學 找你上課那陣子 對 威卡有一陣子 大學那陣子 在找我上課 你為什麼會到高雄 那時候 因為我也不想要 繼續往機械科那邊走 嗯嗯嗯 你也是想要大學 想要玩音樂嗎 對 因為我高三就非常 就確定說我要 當一個吉他手 喔 對 我覺得那時候的想法 就很單純啦 就是我要一個 可以讓我練琴的環境 最好是我 上課的課程 都可以有關係 這樣 我覺得這個 真的跟時代 很有關係 像現在越來越多學校的 戲所 越來越多元 科系越來越多元 現在有好多學校都有 流行音樂相關的戲所 或是錄音工程相關的戲所 對啊 在我那個年代是 幾乎沒有的 就像我剛剛講 這跟時代真的是有關係 現在有更多 不一樣的選擇出來了 對啊 我覺得就是不同時代 有不同時代的緣分啦 嗯 對啊 那我們這個時代 遇到是這個狀況 那就是面對這個狀況 對啊 對啊 然後後來就開始彈電吉他嘛 那兩邊都彈 就到現在 過程中有學一些奇怪的東西 例如說 跑去練混音啊 跑去練編曲啊 那是學校的科目 就是我的指導教授 Sam 對啊 他為我跟他學 嗯 後面就繞了很多圈 啊 好 有一種越來越 偏離吉他的感覺 不會啦 其實現在 現在的文化 對啊會 整個氣息 對啊就是 應該說多少你都要摸一下 尤其現在 越來越窄入的狀況 大家越來越個體 像是一個小公司的一個狀況 就要等於說 每一個人的雜物 肯定是會越來越多的 當然他還會有自己的專項 但是 你多少都要有一些能力 handle某一些狀況 好像是這個時代必然的吧 感覺像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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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